我是专门来找你 找我看 我已经跟了你几天了 今天终于见到了 找我有事 我只想知道 是你干的 还是他让你干的 干什么呀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车祸 流产 是你指使人 还是他指使你干 女生车祸了 那 那这 那也不行了 这眼睛 都能是为奥茨卡影帝 你能希望我打掉这个孩子 没过几天 我就遭遇了车祸 还死不住 还要比这更寸的事吗 大清 你肯定是想多了 你这就是个意外 不 这孩子掉了你出来干吗呀 你现在需要休息呀 看你松柳姐 大清 放开我 放开 放开我 快报警 别报警 刘仔细你别闹了 若我警察证实物介入 移民这辈子都办不成了 孩子没了 要以为爱什么以后 孩子没了 你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啊 放开我 孩子没了已经是不幸了 你不要再制造不见了 行吗 放开我 赶紧把刘仔细带回家 找宋人医生来 看他是不是疯了 上回 手在他身边 你给我等着 给我等着 手在他身边 前历 手车 抬我去最近的医院 我 出车 我爸呢 在里边 你来了我就可以走了 他受了刀伤 一直都在给他送过伤口 到底发生了什么 刘采星为什么要这样做 哪样 他们的肮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的世界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加丑 那你告诉我 我爸到底做了什么 我不想再被他沦沦在鼓里了 刘采琪遭遇了一场车祸 导致刘采 他还原了 什么时候的事 第一次我们见到他跟鲁尼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已经会怀上了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车祸 一个月有我孩子就要出生了 不敢问这孩子是谁的呢 我爸呢 除了刘采琪 除了刘采琪所有的人 都是前段时间刚刚不知道 他们当然不会让这个孩子出生的 所以这场 这场车祸 虽然只是刘采琪的猜测 但是你 我 我们的心知肚明 真相最有可能是什么 在我们的周围 还有一寸干净的地方吗 有点相对 有点相当 有点福 在这里 有点疯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 干嘛又收拾行李啊 你又要去哪儿 为什么我总是在收拾行李 你要是去书舍那儿跟他复合 那我敲锣打鼓立马往里收拾 不可能了 那你要去哪儿 我在外面租了一间酒店市公寓 这是你家 还有比家更舒服的地儿吗 我不觉得这是我家 我现在去哪儿都比在这儿好 是因为咱爸吗 姐 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你和书彻那么相爱 究竟为什么分手啊 现在又要离家出走 你和咱爸到底有什么矛盾 你们什么都不告诉我 就把我一个人当傻子吗 你为什么要问那么多 要知道那么多呢 什么都别问 什么都不知道才好呢 我搬出去之后 我搬出去之后 我的家也是你的家 随时欢迎你来 我跟咱爸以后 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我好弟弟 我们会好好的 来 抱抱 喂 你要干什么去啊 我要搬出去住 我要搬出去住 搬出去住 住哪儿啊 我在外面租了一个公寓 这你都想好了 我都想好了 从现在开始 无论经济 工作 工作 还是生活 任何一切 我都不再需要你的帮助 也请你不要再插手干预我的任何事情 我所有的决点 都跟你没关系 当然 你也可以像对待成人一样 对待我 剥夺我所有的权利 把我名下的一切 全部打走 但是同时 也请你不要再以继承人的责任和义务 要求我做任何事情 不想再被伟业集团继承人 这根绳子所捆绑着 这算是 你跟我断绝妇女关系的生命 我也想想 心里想要去 了解 我没有十分之够 你finden 在哪里 会有十分之够 你多仅仅不住 我义务 你都会被感到到不住 发生了很多事 都是我走了 对不起 但是我觉得最对不起的 就是你跟叔叔的关系 是我这个当爸爸的 亲手断送我女儿的幸福 爸爸心里一直很内疚 可是不要赢 血缘是断不开的 那我们再好好想想 就想爸求你了 我走了 我走了 爸 你手没事吧 没事吧 那我就送让我姐去吧 嗯 爸 你手没事吧 我来给你带来 我爸 我来带来 你带来 我来带来 我来带来 阿姨 阿姨 你先收拾收拾 我先回去 我有点不太放心 咱爸的伤 虽然我不太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决绝 但我觉得你挺硬的 你说我什么时候 也能像你这样 不需要别人呀 这车你先开着 我自己能买 不会是咱爸东西你都不要了吧 反正这车在车口里放的也是浪费 你先开呗 你怎么来了 你告诉我呢 你们俩先聊 恭喜你乔迁新居啊 你晚上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你可以到我家 我 我给你聊个锅底 撤 我在车哑 你认真点启息吗 好 抓好的劲儿都有点不平啊 好可爱 我可知道 这正在不平嘛 好烦哦 我不能告诉他我内心阴暗的小秘密 在他度日如年的失恋时刻 我却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好 来 来 来 番茄炒鸡蛋吗 对啊 拿手擦 来 来 请我一番 我帮你吧 没事 没事 我自己来就算了 那有吃的 送我来的 没想到你还挺会做饭 被生活逼的吗 味道还不错 比我家阿姨做得好吃 要不我搬过来住得了 你 你要搬我这儿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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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你这儿 我意思是搬到附近的街区 这样我不是过来蹭饭就更方便了吗 好 我们干一个吧 没想到你是一个敢离家出走 敢跟你爸断绝关系的妙颖啊 也是被生活逼的呀 也是被生活逼的呀 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一点可能都没有 我不让我爸 也不是因为他 不是吗 我是为了我自己 不可我们做的事 你有没有家的老叫 不是 那我可以吃饭了 我以前就不不想吃了 你的土豆 你吃饭了我吃饭了 你吃饭了我吃饭了我觉得 你吃饭了我吃饭了 我爱我 真的是个好东西 我现在以为她每天都睡得着了 你这样每天 身体会吃不消的 是让我喝多了 把脑子喝沐了 好好的能够睡一觉 还是就让我这么清醒着 随时都在想撕心裂肺的疼好 让我学哪样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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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哦过去 我真的很想好好睡一夜 我陪你 我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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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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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这个世界上 都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无论你有什么理由和事实 支持你的判断 都不要发生这种制动 这种行为只能伤害你自己 对于接下来我要宣布的这个决定 我感到非常地抱歉 我知道 大家肯定会反对我 但是我还是决定 暂停公司全部业务 解散团队 终止域名解析服务器的 持续研发 对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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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饼解析服务器 刚刚开始市场推广 这么好的时候你 为什么要停掉 为什么 为什么停掉 为什么 为什么停掉 资金链云软正常 公司不也正常养离吗 为什么突然光来 还有三百万的风投资金 我准备西数退广 三百万 三百万 不对啊 公司的发展速度 已经超出了之前 对风投作出的承诺 弘历也如期回报了 前景这么好 为什么风头会要求我们 全额退还 对啊 请过请过 不是他们要求的 你是我和主同提出来的 什么 主动 主动提出来的 退还这个事 确实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不仅如此 我们还向北美华龙集团 提出了返华一百七十万的任务 我 一百七十 我也不知道 什么不就 那 那我们不就没钱了吗 对啊 我不就没钱了 没钱了 对的 就是这样 你们钱 叔叔啊 我们大家是一个同学 是吧 是 你是这个公司的最大伙伴 公司一切运转的资金 一直靠你来维持 但是像这样的重大决策 你是不是应该提前 跟大伙伴商量上来 对啊 我跟他说话 对不起各位 这件事情确实是我擅自做主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不独断专行 没有人会支持我 肯定不会了 他不会支持你了 你不觉得欠大家伙一个解释吗 这件事情跟大家无关 大家都没有错 是我的个人原因 个人 个人是个人 大家是一个团队啊 我们是一个团队啊 这也算是解释 好 好 好 即便咱们公司现在没钱 但是咱们的域名解析服务器 已经做出来了 是啊 我们的 那是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财富啊 难道我们接下来该做的 不是应该继续市场推广 融资吗 对啊 对啊 域名解析服务器 在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就可以全来风投了 我们的产品现在已经完成了 为什么反而没有信心了呢 无关产品 无关信心 我就是 想停下来 就是想停下来 单纯的理由 单纯的理由 对啊 原来想合理的解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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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咱们京城合作了这么久 我从来没像今天这样 觉得你这么 你怎么这么匪夷所思 你为什么呀 说得挺好的 我向大家承认啊 暂停业务绝对不意味着结束 等到过一段时间 我相信它一定会变成 我们重新开始的起点 你能保证吗 我不想多起点 你能保证吗 我们努力的 域名解析服务器不会过时 大家就当是放了一个长假 长假 请大家能够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处理好自己的 个人问题之后 我们落实了新的投资 我一定会把大家 再聚集在一起 我们一起前进 但是现在 不就是要停下来 是吗 你现在要停 公投吧 好吗 对 公投 我们大家公投 公投 我希望大家尊重 自己的民主权益 我们是遵循他的意见 暂停业务 还是我们继续下去 继续下去 好 我尊重大家的选 选择 我也尊重大家公投的结果 如果你们 想要把这个公资继续下去 等到找到了合适的投资 有了新的投资方之后 我请求 大家能够 让我辞去首席总裁的职务 在我手上还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我愿意 以原始投资的价格 转让给大家和新的投资商 真正 中间抛弃我们 不撤 我们跟着你这么久 这就是你的选择是吗 你就选择在这个时候 抛弃我们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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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办 你怎么弄我们怎么办 啊 说明啊 就这样吧 这么多虚啊 你怎么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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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其他折衷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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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有一万个不愿意 可是你知道吗 每一个揣着钱 来着找我们合作 买我们产品的人 我真的难以分辨 他们是不是在背后 又成为后吗 有的时候 防止细菌感染蔓延的办法 这有截止 你擅自聚会刘采琪 你和妙音分手 你把公司关掉 这几件大事 你在做出决定的时候 你没有和我商量哪怕是一句 这几件大事 哪一件不是和我们休息相关 哪一件是该由你自己 去独断专行的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当妈的吗 还有 这些天 你爸爸给你打电话 发微信 你都不回 你就是要用这种方式 来跟他表示抗议 来断绝你们父子关系吗 我之前不是说过了吗 我无法左右你们的选择 对于我爸跟您的处境 我真的很难过 所以请你们 也不要来干预 和安排我的生活 你擅自关掉公司 你就是和你爸在对着干 要不然公司开得好好的 你干吗要把它关掉 好好的 那是你们认为那是好好的 只要我公司开下去 就会有第一桶 第二桶 源源不断的金送过来 我不想变成替我爸 收取贿赂的那只手 是什么事 好 那我们就来说几句 只有自己关起门来说的话 你爸爸也就只拿了两三千万 其实不算什么 两三千万还算少吗 妈 几千万 几亿和几十亿 只有量的区别 没有质的区别 性质是一样的 你这么说也太夸张了吧 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血滑 会觉得那是自己的责任 好 你都对 感谢老田 让我和你爸生了你这么一个 无比正确的儿子 我们到此为止了 我和你爸不会再逼你做类似这样的事情 你不是要过一个不要父母扶持的人生 那你去过吧 你以为我喜欢钱吗 我就是想一家三口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我就是想一家三口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你能不能给你爸打个电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